一张纸是这样,叠格的时候呢,这样叠 这是两个格,再叠一层就变成了四个格 叠完之后呢,先不要打开 然后在这个一个格之内呢,你再叠两个窄子横条 两边一边叠一下 为了叠得更准确一点,我们把这一边反过来叠 叠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它打开看 就是你这一张纸的格分成之后呢 然后就每一个大格的里面呢,都加上了两边的小格 这样的话,你这里面就刺一个格里面多出来两个小细的横格 然后你再横着,横着打 一般是这样,叠完一次之后呢,再叠一次 然后再叠一次 然后再叠一次 这样呢,这张纸的这个横着的这个格也出来了 这每一个格 但你每一个格先不要打开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两边再叠一个小细格 这样叠的结果呢,就是这个横着这里面 一个方块,一个方块里面 原来你一个字格是这么大 但在字格方块里面又出现了 竖着两个格,横着两个格 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字在里面写这一小圈的时候 你就不要超过这个里面的小格 这样你的字呢,就别出来结果 我看,就是这样的 就是每个格,每个大格里面 有横竖小格在这里面 然后你在写字的时候 你就是记住了,控制你这个字 在这个小格里面 这样的,你每个上下左右都可以一致了 都对齐了就行 那你就控制你的字 都不要出这个小方格 当然是必要时刻是可以出的 我们只是用它来一个参考 看看这个叠格还有什么问题啊 提出问题来 你看这样一看 会是什么呀呢 在看到这个横竖格都有 除了一个大格之外 里面都有小格 小格显示 在这里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这样你那个纸就叠出来了 你自己看看怎么样 没有